好 为什么台湾的选举 中国大陆要这么多间体制人进来 有一个说法叫做 台湾乱 北京会比较开心 有可能吗 当然 中国是希望 明年选举台湾选民 会投给一个 就是正式是比较 支持两岸同意 对 会回到中华公司的一个政党 候选人 美国 当然是越来越不希望台湾的执政党 是太接近中国大陆 不管是国民党或其他的候选人当选 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立场 所以将来几个月 会越来越看到很多相关报告 就是有关中国有没有介入台湾的选举 就是一定会有 但是要 真的要强调 你要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 不是在不对的地方 我觉得不对的地方是 就是有一大堆人在做评论 但是某一个人在联署做评论 不要太过度 注重他的意见 就是某某一个网民的意见 不要太过度分析 OK 就是听听就好就对 那如果对官方来讲 例如说台湾那如何要捍卫这一次选举的纯粹性 我们有没有一个防护网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防护网是你自己的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候选人 你自己的政策或你竞选的方式 能吸引选民投给你 这是最最好的方式 吸引选民投给你就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增加自己的实力的意思 来 那